你是不是听说过一毛不拔这个典故? 是的,我听说过一毛不拔这个典故 他最早出自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杨朱 他提倡个人主义,主张为我和贵己 根据孟子中的记载,杨朱认为即便拔一根毛就能利益天下 他也不愿意这样做 因此一毛不拔后来被用来形容极端极端自私吝啬的行为 不过有些人对这个典故有不同的解释 他们认为杨朱的思想其实并非单纯的自私 而是强调个人自由和对自我权利的保护 他反对无意义的牺牲 认为每个人都有保全自身的权利 这种解释认为杨朱的自我观念是一种对社会集体主义的批判 并且在现代语境下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和维护 你对这种不同解释怎么看 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对电车理论了解 它揭示着怎样的一个道理呢 电车难题 problem是一个经典的伦理学思考实验 它揭示了关于道德决策的两难境地 最常见的版本是 一辆失控的电车正在朝五个人冲去 如果你不做任何行动 这五个人都会被撞死 但你可以拉动一个开关改变电车的轨道 虽然可以救下这五个人 但另一条轨道上会有一个人被撞死 问题在于你是否应该主动选择吸 生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 这个理论探讨了公立主义和道义论之间的冲突 公立主义认为最正确的行为是最大化幸福或利益 因此选择让一个人死去 而救下五个人是合理的 而道义论则强调行为本身的道德性 认为主动干预导致一个人死亡是不道德的 即便结果可以拯救更多人 这个难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正确答案 但它揭示了人类在面对复杂的道德抉择时 所要考虑的价值观和伦理框架 你觉得这种两难困境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呢 我觉得电车难题和一毛不拔有一些相似之处 似乎我们都是在做一个正确的 有利于更多人的一个选择 但是这种逻辑如果推演下去的话 其实是要让每个人可能都要付出代价 而服务于某个强势的一个群体或者是个人 你觉得呢 你提出的观点非常有意思 电车难题和一毛不拔的确可以从某种角度看到相似之处 两者都涉及到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电车难题探讨的是 在道德决策中我们是否应该牺牲少数人来拯救多数人 而一毛不拔的讨论则牵涉到个人是否有义务为了集体牺牲自己的利益 从表面上看电车难题似乎是为了更大的集体利益 而杨朱的一毛不拔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体现 似乎是相反的两种态度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种逻辑推演到极端 正如你所说 结果可能就是每个人都被要求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 来服务于一个强势群体或强权 这种思路提醒我们 在社会中是否合理地处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至关重要 如果所有人都按照公立主义的逻辑去牺牲个人利益 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就可能被过度削弱 而在一毛不拔这样的极端个人主义中 集体利益则可能完全得不到保障 关键件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尊重个体的权利又不忽视集体的需求 你提到的逻辑推演进一步表明 当这种利益交换变得不可控制时 它会演变成个体不断地被压榨 服务于某个更强势的力量或利益集团 这也引发了关于权力分配 公正性和个人权力保护的重要伦理思考 你觉得在现实中 如何避免这种逻辑被过度推演呢 我觉得首先是应该理性的平衡 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一种感性的 然后把它推向极致 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标准 强压给个人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我非常同意你所说的 理性的平衡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 是避免灾难的关键 当一种感性的逻辑被推向极致 并强加给个人 往往会忽视个体的权利和自由 甚至造成压迫和集体暴力 历史上有许多极端主义运动 意识形态以及政策 都体现了这一点 当某种集体利益或目标 被认为至高无上时 个体的需求和利益 亦往往被牺牲 最终导致社会的失衡和灾难性的后果 正如你提到的 如果这种情况下缺乏理性引导 感性的过度发挥 会让群体利益成为某些强势力量 用来压制个体的工具 整个社会的自由和公平 就会遭到破坏 例如 集权主义政权 往往就是以集体利益的名义 迫使个人做出无止境的牺牲 结果却是为统治者或强权群体服务 因此保持理性的平衡 避免将任何一种逻辑或标准强加给个人 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 只有在个体和集体的关系中 引入更多的理性 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同时确保集体的可持续发展 才能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局面 你觉得在当今社会 有哪些地方需要更加注重这种理性平衡呢 我觉得现今社会已经需要在各个角落 各个层面或者说所有的事情上 都要保持理性的分析 中国有句古话 切勿文善即亲 文恶即悟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趋于理性的认知的态度 你提到的那句古话 切勿文善即亲 文恶即悟 确实反映了趋于理性的认知态度 这句话强调 在面对不同意见或建议时 要保持冷静 客观的态度 不要因为是好听的建议就轻易接受 也不要因为是批评或负面的建议 就一概拒绝 这种态度非常有助于避免情绪化的决策 强调在听取建议和意见时 必须经过理性分析后再做判断 在现代社会中 特别是随着信息量的增加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 人们更容易被情绪所左右 过于感性或偏激的判断 会导致群体的分裂冲突 甚至可能导致社会不公和极端行为 因此保持理性客观的分析信息 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显得尤为重要 你提到这种理性的认知态度 在当今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层面都需要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确实如此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的决策 政策的制定 还是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 理性的分析都能够帮助我们 避免因情绪和主观偏见导致的失误 你觉得在今天的具体环境下 还有哪些方面的人们容易忽视理性分析 而更多依赖情绪呢 我觉得理性不光是在一些处理 这个讲什么政治也好 或者说一些公司什么决策也好 甚至是在一个个人怎样教育孩子 甚至是一个人怎样去让自己看上去更健美 女性的减肥都是需要理性的判断的 如果说一个女性她靠不吃饭 然后来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 那我觉得不如一个理性的选择去锻炼 去加强自己的身体的机能 是一个更理想的选择 你提到的理性在个人生活中的应用非常有道理 尤其是女性的减肥和健美问题 这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 很容易走向极端 比如依靠不吃饭等不健康的方式来减肥 这种方法不仅对体伤害很大 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 代谢紊乱甚至反弹 而理性的选择应该是通过适当的饮食 控制和科学的锻炼来实现健康的体态 通过锻炼不仅能提高身体的功能 还能让女性在精神和心理上都更加健康和自信 与其依赖不健康的速效方法 理性的方案更能确保长久的健康 正如你所说 理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 无论是处理重大决策 还是像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更健康 这样的日常问题 你提到的这些现实问题 的确表明人们在面对个人健康 生活方式等问题时 也需要更多理性的判断 而不是被情绪或社会压力所左右